长强指弱 虎吞龙的格局 长大如菩萨 指弱如枯草 是典型的指掌不得配 虎吞龙是败局 容易主词不分 做事不得要领 时常是事倍功半 偏劳碌 不过失业线倒是很长直 冲破了天文赶金线 失业心很强 加上月球 有一条邦福文 甚至有可能是逆天改命的机会 这种手向是典型的大乘大败论 机会把握不好就容易辛苦多才 就看这条邦福文 后期能不能养一养 能够再养一养 养清晰一些 那么感情方面 在三大主线当中 感情线是最为清晰干净 重情专一 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 尾端的分叉 虽然有一些干扰 但是总体来讲 因缘相对顺畅 另外视野线和脑线 以及生命线 组合形成元宝财库 虽然指缝漏易漏财 但是财出也能进 就看能不能好好把握元宝财库 面骨开阔 只是五官的消宝 尤其是这个臣包 鼻翼包 聪明有点小心思 利于职场晋升 但是格局不够开阔 不利创业和姻缘 额头的饱满 是早运不差 聪明好学 这点倒有一些 跟女明星杨幂的影子 特别是眉眼来看 洞察力强 敏感多思 眉长聚而不散 早年多得贵人相助 宽阔的额头 也得了不少长辈的助理 只是眉头烧亲印堂 一纠结 甚至有的时候 有一些选择障碍 深陷的眼窝 增添的一些抑郁风采 异性缘比较旺 但是天宅宫 受到侵扰 加上鼻梁 消薄 32到35岁左右 容易动荡 虽然鼻尖 眼力 略显精明 但是脸颊的饱满 增添的一些温情和亲和力 刚柔并激 进入婚姻 运势不会差 这锦修的鼻翼 昏厚也适合掌管家财 手掌自然张开 是有道理的 无论是掌丘 纹路来看 不像是个性内敛之人 相反 手掌厚重饱满 纹路干净清晰 定是心有阳光 静革开朗 浮运深厚之人 这类人的手 下意识会张开 对外界保持开放的态度 自信大方 运势自然也不会差 纹路来看 三大主线当中 也是身长干净 古相手讲 是三材得配 纹路如人生路 人生路顺畅少阻碍 不但如此 从事业线来看 还是个勤奋上进的人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不但资深条件比你好 还比你努力 很是让人羡慕的手下 关键是让人 止于羡慕 不会嫉妒 从太阳线双条并行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上等手下 美中不足的是 生命线在50岁左右 有个断开 因为本身事业心比较强 要注意劳逸结合 面骨还是有些棱角的 只是肉包裹得很好 属于典型的外柔内刚的女人 别看表面温柔可欺 内心是刚烈似火 这人属于典型的外缘内方 对待自己要求比较可可 自律保守传统 对待外人的温和有理 善心大发 所以说日久见人心 女主是个值得深交的人 特别是眉峰 起脚 内心还是有点小倔强 不会撒娇 姻缘会来的比较晚一些 印堂稍窄 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 一般爱纠结 割据打不开 有的时候机会 比努力还要重要 建议开阔思维和眼界 人生会不一样 鼻头有肉 鼻拳得配 尤其是饱满的拳骨 能够督促老公上进 婚后望福帮夫 鼻子鼻孔稍漏 才进才出 双唇的饱满 略带吹火 有的时候爱抱怨 不过倒是很重情 重义